為著要讓第一帥的教師對著我們民族的教育議題 可以有進加進入的思考 當時可以真正教學的技巧和內容 江議官政府和我們民族教育主管中心 還有國立東華台下 我們民族確定發展協作中心共同合作 在這棒棒節目飯店 去辦我們民族教育議題論壇 和政治教師的真正確定 本處論壇紀經主教育 主培訓活動當中總共有兩天的客廳以及四項主題驗討 第一天探討議題有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發展 都原作文文化教育觀點 原住民族實驗到客廳到客廳到客廳 是沒有探討跟人在培訓中的特戰處的角度來自客幾位 第二天的培訓正是就中在十二年國高 自然價格的設定發展 透過經驗分享是沒有操作 把教材、教案設計訂訂 和相關領域告訴正正在九下 大家一起來探討那到底怎麼樣在教育上 那有些什麼樣的重點 那包括強化 那我特別跟大家 這溝通兩個觀念 第一個是語言的保存 那我想應該要 大量的應該要製作 那有一個YouTuber的公共資源 那能夠讓未來想學習語言的人 那很簡單的 很容易的就可以取得 那進入到那樣的一個語言的環境 那另外一個是有關怎麼樣 讓我們的嚴明朋友 可以回到自己的故鄉服務 那我認為最好的機會就是爭取公職 那不管是當老師也好 當公務員也好 那我想因為是國家的薪水 所以經濟生活穩定 那他住在那邊的就會穩定下來 所以我想怎麼樣在教育的過程當中 那怎麼樣讓這些小孩子 那從小 對於整個的公職的 這樣的一個爭取 那就有觀念 那我想這可能是對於 整個 民族的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包括語言的保護 我想都會有 非常好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那怎麼樣去思考 那整個時代的大潮流 那對於整個 所謂的嚴明文化的衝擊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面對跟處理 論壇 除了涉及上官尚發意見 以提供未來 今年原住民做教育政策 和課程方向的發展參加以外 經濟稅包括 跟議員告訴在來的第一次告訴 中西不只是在原住民地區學校 都可以在各自學部的中央當中 都會推動到原住民文化的課程 而且竟然有風向和擦亂 讓無人做根本化 背景的學生 告訴 都可以在教育政策當中 放在幫助 以信仲每一位學生 會發展清零 這位新聞主要是 跟議員採訪報端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 這樣那麼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離浪行人 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要趕了 好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避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 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加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 騎馬路的人 看到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